佳能大部分打印机提示的C000错误 C000错误 驱动转换错误就是指的这个驱动齿轮 这个这个齿轮 这个齿轮挂到这个这个挂到这个地方 上面这个与这个黑色的齿轮接触 这个黑色的就是静静静的齿轮 这样静静 然后如果再往前一个 自车 自车顶这个地方 这个如果转换到这个地方 它一共有三个三个柱子挂齿轮 如果转换到这个地方 这个转换到这个 这个是这个是静静 有黑色的接触 这个和这个白色的接触 这个白色的是清洗 是蹦锁劲的驱动 清洗的 然后还有下面还有一个挂到最下面 最下面 最下面 最下面这个 我这个是个4980 最下面这个是下面的纸盒 进纸盒 下面进纸盒的驱动 静止清洗 都是由这一个驱动齿轮 驱动转换的齿轮 搞定的 这样自车过来以后 把这个驱动齿轮与其他的齿轮分离 然后驱动齿轮通过转动 我没通电 这个不得好拨 自车顶过来以后 把它与当前的去当前的进制盒 或者是迸速件的上进制的齿轮分离 分离 分离后 它得转到相应的 转到相应的位置 这样 这样 每一个一个的转换 驱动齿轮错误就是这个地方 在转换的时候不顺畅 由于长时间的使用 可能是磨损 这个自车在顶它的时候 可能间隙比较小了 所以不能完全脱离当前的齿轮 转换到下一个齿轮上 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看看你心里到底有没有 好 好 好